36个月等于多少年 我们要知道年跟月的关系 一年有12个月 所以年去月乘12 然后月去年的时候它再除12 所以我月去年的时候我除12 所以我这边有36个月 然后我除以12的时候 3 36 所以它这个是3年 所以它答案是3年 OK 它答案是3年 好 然后接着下一题 这边两天8小时 等于多少个小时 我们一天呢 我知道它有24小时 所以天去小时的时候 它是乘24 所以我的24乘以2的话呢 它会变成428224 48小时 所以在这一边 它这个是24小时 然后这一边也是小时 然后我的48小时 再加8小时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56小时 它加上来就56小时 OK 8加86 然后4加15 所以它这个答案会是等于56小时 所以它答案是56小时 然后接着第七题这一边 三个世纪等于多少个年代 我们要知道世纪跟年代之间的关系是成神 OK 世纪去年成100 然后年代去年成10 然后世纪去年代是成10 所以世纪去年代是成10 然后它在这一边 世纪去年代它就成10 所以我直接10乘以3 然后它会变成30 所以在这一边我可以拿到它是等于30个年代 所以它是30个年代 然后接着呢 在这一边你就心里想了 三个世纪是3乘以100年 它也是等于300年 然后30个年代是30乘以10年 它也会变成300年 所以它是一样的 然后接着两个世纪 一个年代8年等于多少年 OK 我们在这一边我们要知道世纪乘100 世纪去年的时候乘100 年代去年的时候乘10 所以在这一边呢 世纪乘100年代乘10 所以这个是2乘以100年 再加上1乘以10年 然后再加上8年 所以它在这一边它会变成200加10 再加8 所以它会变成218年 OK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年年年 我都补上去 OK 好 就是这样